大家好,我是許馨,在這部戲我飾演的是陶婉儀 我是陳凱樂,我在這部戲是飾演凱琪 那你們可以告訴觀眾朋友們,你們覺得一接到劇本的時候,從凱樂開始吧 你們一接到劇本的時候覺得和招商點閱的嘉賢有什麼不一樣,凱琪和嘉賢 可能...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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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麼? The Pinnacle,對嗎? 不同啊,跟TCP的嘉賢 就是這次比較...其實那個不同不會說很大,可是... 就是有那個不同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那個唯一的分別就是,這次... 嗯...比較... 有點...blur, silly 的那種... 小大姐 對,小大姐那種,也比較 mature啦 所以...要... 就是... 就是... 很難以為嘉賢的角色,因為... 他們都很相似,所以... 所以... 那些是tricky part啦 嗯... 那欣呢? 欣也瓦尼的角色,一拿到劇本會覺得... 欸!跟小鹿有什麼不一樣? 嗯... 哈哈哈... 不好意思,外面有人給你check我 嗯... 嗯... 其實我覺得... 嗯... 在...上間塔還有交叉點 就是... 角色還蠻不一樣的 就是...在交叉點 我的角色小鹿 她本人比較... 因為... 可能是因為年齡關係 就還比較年輕 所以她的角色本人就比較... 不顧一切 就可能有點任性 然後又... 還蠻講一切的那種 就是那種... 呃... 有做什麼事就... 不考慮後果就直接喊了 嗯... 然後... 嗯... 還不錯啦 然後... 婉姨這個角色就是... 呃... 也是... 年齡的關係啦 婉姨這個角色比較... 老一點 啊... 然後... 呃... 就... 就是那種... 做事... 斯文 然後又那種聰明的女生... 女人... 女人... 那... 這次你... 少了阿姐在你身邊演戲 就... 上次你們TCP全部都有跟阿姐有戲的 這次都沒有 就... 或者有可能是... 非常的少 或者很少 就... 那你們會覺得 這次少了阿姐的陪伴 連... 離開了阿姐還有永明 可能... 可能... 起開了他們就跟... 新人演戲 就是很像老少配的感覺 就... 對... 老演員和新演員的配... 配搭會覺得怎樣 會不會覺得... 跟新人演... 可能... 比較容易 可以... 我是說嗎? 對... 其實... 其實... 就算少了跟弦環... 還是... 我們應該是... 玩人演戲 其實我覺得還... 蠻新鮮的啦 就是跟新人演戲 就是我... 我不介意... 我不介意我的... 對... 對方是誰啦 就因為... 就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啦 當然如果可以有一個... 熟悉的一個... 演員也好啦 不過... 就是... 要挑戰就是要 try那種... 新的那種... 感覺 對... Color呢? oh... For Warwick 我覺得... 這次是... 沒有在跟阿姐... 沒有... 完全沒有... 可能有跟阿姐幾場戲 完全沒有跟世音了 嗯... 你們兩個完全沒有戲了 還有你根本也沒有跟俊彤有戲了 因為俊彤不在這個戲裡面 所以你... 似乎... 全部都是換新的人 OK啦 Kenneth... 不是新的啦 以前我有跟他對手 但是... 就是... 嗯... 新... 跟... 一個新的人 不可以講到是新人啦 但是... 就是跟他們演的話 新的配搭 對... 需要時間 to build up 那個... 感覺 嗯... 揮零 所以... 嗯... 就是那個部分囉 以前我們拍TCP的時候也是這樣啦 也是started off with 誰都不認識誰 嗯... 所以... 就是... 重來囉 如果說... 你們... 你們覺得交叉點還有... 有什麼分別? 最大分別? 我覺得啦... 交叉點跟這個戲的分別 對對... 全新戲 你們拿到劇本的時候出來 哦... 欸這部戲蠻不錯的 還是這部戲啊 為什麼很這樣怪怪的 還是怎樣 我認為... 交叉點重很多 on... 那種... 那種... 黑社會的... 那種... 糾紛 then... you know... then... 就 leads to a lot of problem 可是... 這次是 more of... like... teenage problem 那種... yeah as... what the show is all about啦 就是比較... more to the law and order side 嗯... 最近那種有什麼感想? 其實我覺得分別蠻大的 就是兩個是不同的故事 好像TCP它... 它是一個... 重友情... 重愛情的一個故事啦 就... 不叫... 不叫... 簡單 就會比較... 就是... 他們的故事會比較簡單 但是... for the pinnacle 它是一個... 有教... 還蠻有教育性的一個... 一個... show啦 可是我覺得可能是關... 是可能... 跟我study的有關 哈... but我覺得... 就是... 你看了你會覺得還... 還蠻 meaningful的啦 然後... 就... 很 fast pace 那就覺得啊... 很快很快 很快 什麼東西都很快 那為什麼你們覺得觀眾朋友一定非看不可這部戲? 我覺得很有趣啊 我覺得... 我覺得... the scene of the story 就是... 跟TCP不一樣 然後... 雖然演的人有幾個是 familiar phases but... 我覺得... the... the故事完全... 不一樣 對啊 就是我們... 雖然用的人一樣啦 不過我們會太久換... 換...一直換 就帶給你新的感覺 我覺得 this time round 這個戲耶 會... 會... like... 比較靠近我們的 daily life 嗯... 比較... more like... related to... 現在的 social... social well-being and social problems so... 嗯... 嗯... 就是這樣喔 and... it's very exciting啦 so... as what... 他們很多人都講 it's very fast pace so... 在一集裡面就可以有很多東西這樣 so... 很interesting one 嗯... 嗯... exactly... 謝謝 thanks 好了...